郭富城的另一面 郭富城不食人间烟火 比及孙洪蕾 懂说明星男子后 那是因为口味刁 人家喝咖啡要喝现磨的 在杭州也要吃油锅面 年纪不大 这排长摆的还真是不小 只不过娱乐圈里有 冲大牌瞎摆补的 就有不食人间烟火 自豪不讲究的 这部天王郭富城 就因为无欲无求 直接就把搭档孙洪蕾 给难为坏了 他一直都很客气这样 不行 我们就回去去吧 我请你喝点酒 对 这个我刚才忘了说 我还要请一句 红酒啊 红酒 中国的白酒啊 白湖的酒啊 清酒啊 什么什么都可以 孙洪蕾我不喝酒 我说那我请你去唱歌吧 孙洪蕾不唱歌 是这样的 所以后来我发现 我说那 那个 我请你去谈恋爱 东北爷们孙洪蕾 一看就是老中医 明白对症下药 天王郭富城 自从与熊带领分手之后 感情生活就一直飘着 尽管与那么叶稀奇 有传绯闻 但天王嫂的名号 可不是随便谁 都能担当得起 如今 晨晨是不抽烟不喝酒 甚至连唱歌都借了 人家还不是为了 能赶快找到另一半吗 她的生活方式像清教徒 她不去叶总会 她也不去火锅 也不去跟鬼爹 去我们一块 哪怕吃个小龙下 也不抽烟 从来也不喝酒 也不抽烟 她到底喜欢什么 我也不知道 就是我喜欢 喜欢艺术 所以我就呼吁一下 这样的朋友 帮助一下 来 来